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争议 日本冲绳县积极筹备举行一场公投 筹备进展即经周折 公投24日如期举行 初步计票显示 冲绳县多数民众 对美军基地县内搬迁方案投下反对票 虽然公投结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观察人士预期 日本中央政府承受压力 冲绳县政府近期将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正式通报公投结果 多数投反对票 冲绳县公投24日上午7时开始投票 持续至傍晚 少数县民在过去9天提前投票 这次公投旨在让冲绳民众 表决美军普天间基地县内搬迁方案 日美政府1996年商定 把美军普天间基地在冲绳县内画个新旨 从宜野湾市搬迁到明户市边野谷 即所谓县内搬迁方案 公投选票上亦有赞成 反对 两者皆非三个选项 共投票者划圈 若得票最多的选项 跨过四分之一票数门槛 则冲绳县政府必须尊重投票结果 应将结果告知日本首相安倍和美国总统克朗普 日本共同社报道 冲绳县大约115万人有投票资格 四分之一的票数门槛意味着大约29万票 根据24日傍晚初步计票结果 冲绳县多数民众投下反对票 不少县民对美军基地心指 仍在冲绳县内颇为愤怒 要求要么彻底关闭基地 要么将它迁至县外 安倍内阁承压 不少民众抱怨 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的零 百分之六 却承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驻日美军基地 多年来 驻日美军犯罪 坠机及高空坠物 噪音等问题 困扰冲绳县民 冲绳县政府与中央政府围绕该难题争吵不休 冲绳县政府多次状告中央政府 要求教廷普天间基地县内搬迁 双方多轮谈判 迄今未能消异分歧 虽然公投结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不少人认为 公投再次清晰传递冲绳县民众的新生 会对安倍内阁构成压力 日本朝日新闻本周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百分之八十的调查对象认为 安倍内阁应该尊重冲绳公投结果 2018年9月30日 反美军基地运动接班人郁城丹尼 在冲绳县之时选举中大获全胜 击败赞成县内搬迁方案的竞争对手 郁城上任后积极推动举行公投 希望向中央政府乃至全国民众 展示本县民众的明确立场 公投筹备过程一波三折 冲绳市 石原市 宜野湾市等五个市 最初反对公投 令人担心投票率可能太低 反对意见包括 公投选项太少 难以全面覆盖民众诉求 公投筹备耗资不菲等 冲绳县1月29日修改方案 给公投选票赞成 反对两个选项之外 封设两者皆非选项 五个市随后转变立场 截至2月1日均表示愿意参加公投 杨淑仪 新华社专特稿 23日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 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断绝外交和政治关系 这一天也是反对派领袖瓜伊多 自立临时总统整整一个月 他以支持外源物资进入的理由 赶往哥伦比亚活动 在委政府将这批由美国巴西提供的物资 阻隔在边界后 一些外媒的报道称 边界地区发生了冲突 并导致了人员伤亡和货车被烧 种种迹象表明 委政府与反对派的冲突 转移到了边界地区 出现了进一步激化 并扩展到邻国的可能 美国借机加大了对委政府的攻势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取消出访韩国的行程 以专注应对委内瑞拉局势 博尔顿还与国务卿蓬佩奥 分别发表推特施压 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幕僚23日还表示 彭斯会在预期于25日召开的 利马集团峰会期间 与瓜伊多会晤 尽管美国采取直接军事干预的意向尚不明朗 但美国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多种手段施压 由此间接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加大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22日警告说 韦局势已达临界点 委内瑞拉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与伪经济危机等内因相关 但外部因素借此实现各自政治目的干预 显然增加了这个国家内乱的烈度 以及同外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战略意图清晰 就是要迫使委内瑞拉更换政府 并借此将战略效应 扩展到尼加拉瓜和古巴等左翼联盟国家 加速拉美政治生态右转的变化 巩固美在其后院地区的战略主导权 委内瑞拉当前局势表明 美国所期望的变化并未出现 委政府目前仍保持冷静、克制的反击态势 全力维护国内的和平稳定 努力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发生 马杜罗反对所谓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也是有理有据的 人道主义援助 一般是指在某个国家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或战争时 国际社会失以援手 但援助需要受援国同意 不得违背一个主权国家的意愿而强行进入 美国一方面冻结了委内瑞拉资产 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 另一方面又以人道主义的名义 送来面包黄油 其动机和目的 已经不必再用可疑来论证 事实是 美国有过假借援助 而给拉美某国输送金氏物资的前科 在叙利亚 他也留下了同样的案底 中国一贯坚持反对外力干涉别国内政 希望委各方能够通过国内政治对话 以及国际组合机制和平解决冲突 归根结底 只有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自身通过改革 才可能找到发展的新路 走出经济困境 中国的立场是从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和人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 经得起历史考验 中国的这一立场是一以贯之 并且充满诚意的 中国近年来在拉美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 得益于中国坚持互信互利 共赢的行事方式 尽管美国把拉美当成后院 但由于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 促进了当地经济民生的发展 给双方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好处 也没有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实际上是为美国与这一地区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支持 中方会继续以上述原则开展与委内瑞拉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 委内瑞拉面临的局势非常紧张 但仍存在着通过缓冲找到解决方式的可能 外部国家在此关键时刻 应坚守不干涉委内政的基本原则 尽可能劝说对立方坐下来谈判 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识 而不是拉一方 打一方 制造更多紧张因素 各方应充分认识到政权更替的做法 以给全球和一些区域的稳定 带来了持续的破坏性打击 任何外力 无论多么强大 都不应将自己的政治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 更不应自视强大 而采取种种手段 迫使别国更换政府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给别国换政府的权利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26日 俄罗斯莫斯科 俄罗斯总统普京 访问国防控制中心 观看新型武器先锋高超音速 助推华翔导弹的测试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原标题 外交部发言人 就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店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日 就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发表谈话 华春莹表示 12月20日